接下来我们介绍约分和扩分 所谓约分是指 我们把一个分数的分子和分母 我们同时处以两者的供应数 所得到的结果和的数值和原来的相同 维持不变 而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约分 接下来我们介绍约分和扩分 所谓约分是把一个分数的分子和分母 我们同时处上两者的供应数 所得到的结果为止不变 我们把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约分 所以假设有ABC三个非0的整数 而且C是A和B的供应数 则分数B分之A会等于B处以C分之A处以C 因为C是A和B的供应数 所以反过来说A是C的倍数 而且B也是C的倍数 既然A是C的倍数 所以A处以C可以整除 而B是C的倍数 所以B处以C可以整除 因此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处上一个C 所得到的结果会跟原来的数值相等 维持不变 这个过程就是约分 所以例如负的32分之24 我们把分子分母我们都除以2 结果24除以2变成12 32除以2变成16 所以负的32分之24 分子分母都除以2之后 变成负的16分之12 如果把负的16分之12分子分母我们再除以2 16除以2变成8 12除以2变成6 结果变成负的8分之6 而负的8分之6 把分子分母我们再除以2 这时候6除以2变成3 而8除以2变成4 结果变成了负的4分之3 所以在化解的过程当中 负的32分之24 和负的16分之12 以及负的8分之6 还有负的4分之3 这些分数 它们的数值都是相同的 像这几个分数里面 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上一个整数 所得到的分子跟分母 它的数值变小了 可是整个分数的值 仍然为止相同不变的 这个就是月分的结果 所以我们再看个例子 负的24分之18 如果分子分母我们都除以2 18除以2变成9 24除以2变成12 随负的24分之18 分子分母都除以2之后 结果变成负的12分之9 而把负的12分之9 分子分母我们再除以3 9除以3变成3 12除以3变成4 因此负的12分之9 分子分母都除以3之后 分数我们化解成负的4分之3 而负24分之18 负的12分之9 负的4分之3 这几个分数 所代表的数值是相同的 我们刚化解的过程 是先除以2 然后再除以3 如果我们把原来的分数 负的24分之18 我们先除以3 然后再除以2 负的24分之18 分子分母我们先除以3 18除以3结果变成6 24除以3结果变成8 所以负的24分之18 分子分母都除以3之后 我们得到了负的8分之6 而负的8分之6 分子分母我们再除以2 结果6除以2变成3 而8除以2变成10 所以负的8分之6 分子分母除以2之后 结果得到了负的4分之3 所以负的24分之18 经过化解之后 最后得到负的4分之3 我们先除以2再除以3 和先除以3再除以2 最后走得到结果会相同 而在这些化解过程里面 原本的分数是负的24分之18 可是除以2得到了负的12分之9 如果除以3得到了负的8分之6 而最后再化解得到了负的4分之3 而这4个数值负的24分之18 负的12分之9 负的4分之3 或者负的8分之6 这4个数值 它们所代表的分数数值是相同的 而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月分 接下来我们介绍扩分 所谓的扩分是把一个分数 它的分子跟分母 我们同时乘上一个整数 而所得到的结果数值维持不变 我们把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过分 所以假设有abc三个数 这三个数都不等于0 则一个分数b分之a 我们把分子分母都乘以c 结果得到了b乘c分之a乘c 而原来的分数是b分之a 我们把分子分母都乘以c之后 所得到的数值会跟原来的数值 虽然数字不同可是分数的大小 所代表的意义是相同的 所以例如有个分数负的三分之二 我们把分子分母我们都乘以2 2乘以2变成4 3乘以2变成6 结果变成了负的六分之4 而如果我们把原本的负的三分之二 我们分子分母我们都乘以3 结果2乘3变成6 3乘3变成9 这时候分数变成了负的九分之六 如果分子分母我们都乘以4 我们把2乘4变成8 3乘4变成12 所得到的分数数值变成负的十二分之八 虽然我们把分子分母我们乘上不同的数字 所得到的分数分子跟分母数值不同 可是这几个分数在数值上的意义它们是相同的 所以负的三分之二会等于负的六分之四 会等于负的九分之六 会等于负的十二分之八 分子分母虽然数字变大了 可是和原本的数值意义上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再举个例子 负的五分之三 分子分母我们乘以2 结果3乘2变成6 5乘2变成10 这时候分数变成了负的十分之六 而如果把分子分母我们都乘以3 3乘3变成9 5乘3变成15 所以原本是负的五分之三 分子分母都乘3之后变成负的十五分之九 如果我们把原来的分数我们都乘上4 3乘4等于12 5乘4等于20 这时候负的五分之三结果变成了负的二十分之十二 而这几个数值 负的五分之三 负的十分之六 负的十五分之九 负的二十分之十二 虽然分子分母数字变大 可是所代表的数值和原来的负五分之三 意义上是相同的 像是我们把分子分母数字变大 这个过程就是扩分 所以我们再看个例子 负的七分之四 分子分母我们都乘以2 4乘2变成8 7乘2变成14 所以负的七分之四 乘以2之后变成负的十四分之八 如果我们把原来的分数 分子分母我们都乘以3 4乘3变12 7乘3变成21 结果负的七分之四 乘以3就变成了负的21分之十二 如果把分子分母我们都乘以4 4乘4变16 7乘4变成28 因此原来的负七分之四 乘以4之后变成负的28分之十六 而原本的负七分之四 负的十四分之八 负的21分之十二 负的28分之十六 分子分母同时乘上一个数之后 分子跟分母的数字变大 可是所代表的分数意义是相同 这个把分子分母同乘一个数 使数字变大 这个过程就称为破分 但我们比较 破分跟约分两个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破分之后 跟原来的数字相比较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比较约分和破分 我们发现 两者在过程上可以视为是命运算 破分是分子分母同时乘上一个数 可是约分是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上一个数 所以负三分之二破分之后变成负六分之四 变成负九分之六 变成负的十二分之八 而反过来负的十二分之八 分子分母都除以四 结果变成负的三分之二 负的九分之六 分子分母都除以三 结果变成负的三分之二 负的六分之四 分子分母都除以二 结果变成负的三分之二 所以这四个分数 从左向右这个过程是扩分 可是我们把这四个分数 从右向左这个过程的运算 我们则称为约分 所以我们可以说 扩分和约分这两个过程是相反的运算 这是有关于约分和扩分的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 Kakita 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